人,贵在知恩,感恩和报恩。 知恩图报是做人做事的不可违背的原则和底线。 是底线,是原则就是去遵守,不可丝毫越线。 人,懂得报恩,才能有好福气。 人,知恩,感恩,报恩,其实就是在积善缘,积福报。 报恩,就是在不断结下善缘。 懂得报恩的人,容易遇到贵人。 那个人一生中能没有遇到困难,谁能不需要别人的说明。 做人要懂得感恩,存有一颗感激之心,时时对自己的现状心存感激,同时也要对别人为你所做的,一切怀有敬意和感激之情。 福报来自心,来自付出的心,也来自报恩的心。 一个人懂得报恩,慢慢的福报就会增长。 如果忘恩负义,那上天就缺取他的福报。 修道,要走在道上。 要培养福报,增长智慧。 心要在道上,无愧天地,这样子去努力,才能获得福报。 古人讲的,遭康之期不下堂,贫贱之交不可忘。 别人有恩于我,一定念念不可忘。 这样子,天地鬼神才敬佩。 才会遇到贵人。 如果忘恩者,天地鬼神都唾弃,贵人就会远离。 哪怕做再多努力,已经是被盗而迟了。 人活住一辈子,做一件报恩的事情,就很惊天动地了。 抱怨父母是第一等损服到。 哪怕嘴巴不抱怨,心中有不满,也是损服到。 你想,人来到这个世界上,什么都没有,都是父母养大,没有父母给这个身体,你怎么修行学佛。 父母纵有千般不适,我们能做人,父母是第一功德主。 所以不要抱怨长辈,很损服报的。 一切财富,名誉,地位,都是外在表象。 德行才是根本,厚德载入这句话丝毫不假。 为什么学习中国传统文化之后能够轻松获得财富? 是因为厚德才能载入,千金财富必定是千金人物。 感温生命里的遇见的每一个人,每一段缘,让我们的人生变得如此美好。 感温伴侣,无论是贫穷还是富有,都愿意手牵住手,走过人生的风风雨雨,相互扶持,相濡以沫,一辈子不离不弃。 感温孩子,来到我们的生命里,成全我们做父母的心愿,带给我们许多欢喜和希望,让我们的生命更完整。 感谢低谷时扶我们一把的人,感谢大雨中为我们遮风倒雨的人,感谢落寞时鼓励我们的人,感谢悲伤时安慰我们的人,感谢绝望时默默抱紧我们的人。 正因为生命中有了这些人,给我们温暖与感动,支撑住我们走过坎坷与艰辛,从柳暗走到花明,从迷茫暗淡走到豁然开朗,让我们的人生如此风盈圆满。 古人说,爱书者爱返,福王者福来,心怀感恩,诗人以爱,最终爱与福报又会返回到你身上。 始终以一颗感恩之心,感恩生命里拥有的一切,那么眼前一切皆美好,幸福会与你常伴。 不要忘了跟方住过你的,人说一声谢谢。 知恩图报,由恩必报,方能问心无愧,潇潇洒洒地在人间走一回。 女人可以善良,但别太大方,太过忍让别人,别人就会得寸进尺伤害你。 现实的社会,复杂的人心,有些人你根本看不清,有些事你根本猜不透。 做人真的很难,想要做个好人会更难。 做人你可以好,但不能太好。 你好,很多人会喜欢你。 但也有人想利用你。 做人可以善良,但不能太善良。 女人可以善良,但别太大方了。 女人可以善良,但别太大方。 时间久了,你身边的人觉得,你所做的一切都是应该的。 即使有一天你撑不住了,累了,也没人会心疼你,同情你,太迁就别人,别人就会变本加厉为难你。 太过忍让别人,别人就会得寸进尺伤害你,心也也别太好,不要什么事都为别人助想。 因为,有的人不会想你的感受,你的难处,你的种种不易,甚至连一句温暖的话都没有,他们会觉得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。 所以,女人可以善良,千万不要大方。 人之初,性奋善。 谈到做人,不管男女,人们都会劝诫他,一定要善良。 然而,善良也应该有个度。 不管是生活,还是婚姻,女人,可以善良,千万不要大方。 年轻的时候,我们总爱打抱不平,对于那些遇到困难或需要帮助的人,我们从不吝啬,我们始终坚守住做人的原则。 然而,随住时间的改变越发觉得,我们就需要有选择的行善积德,因为,太过善良,往往只会伤人伤己。 女人,承担了太多的责任,不管是生活,还是婚姻,女人都承担了太多的责任,我们要做一个好妻子,一个好妈妈,一个好朋友,一个好领导。 每一个角色,都有其该有的善良,盲目混在一起,生活也就乱了套。 女人,经历越多就会明白很多事,看清很多人,有些事,你善良的帮助,却会遭人冷嘲热讽,有的人,即使你把一颗心捧在他面前,他也不会心存感激。 所以,女到中年,要学会分清,什么是该帮,什么人能帮。 我们的善良,要给值得我们付出的人,轻了,痛了,懂了,善良也就对了。 女人,要懂得把握善良,不要让你的善意劝戒,变成了人们口中的冷嘲热讽,不要让你的好善乐师,变成了人们口中的炫富蔑视,不要让你的真心待人,变成了人们口中的暗藏心机。 记住,善良也要有选择。生活也好,婚姻也罢。女人,要学会选择,善良不是给予,更不是施舍,而是发自内心的鼓励。 岁数大了,牢记这十点,做个讨人喜欢的老人,一,忘记年龄,岁数大了不是本钱。 这年头什么都值些钱,就是岁数不值钱。 心里面千万不要有那么多的,应该或者不应该。 喊你生老头没什么错,叫你生老先生是对方的教养,并不关你什么事。 年轻人凭力气抢先占优,那是生物本能,有人给你让个座,那一定要记住说声谢谢,那是有幸碰到了大好人。 二,但望过去,想当年不是人人都爱听的话。 如今不是一苦思甜的年代,没人愿意享受你的光荣力,是何坎坷经历。 RIX